乐宝正享受着春节后的第一场雪 年前已经下了很多场雪 但是熊猫总是喜欢雪的 也许雪天的竹子更美味吧 但这也丝毫不影响他对竹子的挑剔 这场雪比去年的雪更猛烈 雪的厚度已经与椅子齐平了 乐宝坐在堆满雪的椅子上 他在清洁自己的皮毛嘛 他已经清洁了很久了 终于完成了清洁工作 他决定四处走走 他有些百无聊赖地来到小木床边坐下 下雪太平凡让他失去了珍贵的感受 他没有吃饭又走开了 宋爷爷以为他会开心地玩雪 结果他却又走开了 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啊 福宝也一样 他也无心玩雪 只是坐在别墅里欣赏雪景 还不时探出头看看外面的世界 小凉风嗖嗖地吹着 对浑身皮毛大衣的福宝倒也不是事 与外面的大雪相比 那时则是温暖如春 爱宝在小木床睡着了 灰宝则在树上睡着了 他在努力学习成为一只合格的熊猫 而不睡觉的瑞宝正在玩 妈妈拔下来的树皮 这是妈妈给他的特别的礼物 一家三口就这样安静地 组成了眼前的美好画面 隔日的阳光消融了福宝屋顶上的冰雪 福宝可以正常使用吊床了 他吃着香喷喷的窝头 不时望向爷爷和粉丝们的方向 微风带来竹叶轻微的沙沙声响 他用心感受春日的美好 这是他在韩国的最后一个春天 阳春白雪 夹杂着油菜花的香气 福宝是否会留下这样的一个春天的记忆 还有那个让他欲罢不能的美味窝头 还有最爱的爷爷 用窝头套路他回家 明知是套路却还是躲不过美味陷阱 可爷爷的斗智斗勇也成为记忆里的乐趣 爷爷的相机里都是福宝 爷爷说过他会永远爱福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